今年的外贸形势,我们判断还是处于一个十分严峻的这么一种形势 这个一方面呢,多个国际组织预计啊 2024年全球的增速啊,仍将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 外需下滑的压力还是很大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啊 单边主义啊,这些抬头,基于这两个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有一个预测 也做了一个报告,它报告显示呢 2023年全球实施了3000多项的贸易限制措施 远高于2019年的1100项 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预测呢 这个今年贸易大概在3.3 也远低于往年历史平均值是4.9 WTO它预测也是在3.3 地缘冲突,全球的我们讲是超级大选年 等等这些因素啊,这个外衣显然会影响 我们今年的外贸的形势 也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困难的同时呢 也有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 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向好的趋势 进出口有望延续去年9月份以来 其实从去年9月份,特别是10月份以来 进出口呢,已经逐步回升 今年一到二月份,延续了这样一个趋势 刚才这个发改委,郑三杰同志也说了 我们一到二月份呢,我们的这个出口啊 增长是10点上,进出口呢,是8点2 当然我们也预判3月份,因为去年3月份的激素比较高 可能会有一些回落,但总体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在向上走 往年的春节啊,往往是一个淡季 但今年的春节呢,出现了九出口的小高峰 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年的春节期间 一些中欧班列,远洋货轮,跨境电商和海外仓依然繁忙 不少出国企业,不少企业就出国参加展会 今天上午我在刷屏的时候就看到 有些企业跑到法兰克福参加世界登剧展 他们看展位还有很多客人来 他们好像很有信心,说今年的订单可能还是不错 在海外开拓市场 家电、汽车等重点产品出口订单好预期 但也有一些需求呢,偏软 比如说手机、玩具、鞋须等 刚才郑主任还讲到了新三样 去年新三样我们出口是增长30% 客观的说,按一般的经济规律讲 要在30%基础上竟然再快速发展 恐怕这不一定现实 我们就预判是一个稳步发展的这么一种态势 但总体说怎么看 我们从消极的方面,也从经济的方面 但总体来看呢 外贸发展依托的我们国家的产业基础 要素禀赋 特别是创新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我们的出口产品正在从价值链上游 从中低端往上游攀升 而且进口市场我们扩大开放 我们主动开放 进口市场的机遇也在增大 就进出口都有很大的潜力 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怎么看 最终看我们是有信心 也是有底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